好,收盘了,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 4月30号,那我们来做一个收平 收平之前呢,射手先祝各位五一小长假快乐 好吧,那已经收拾了 我们的话就应该先收拾心情 好好的准备过五一,对吧 五一该陪家人的陪家人 该靠劳自己的,靠劳自己休息一下 然后的话,等我们休息了之后 到时候再利用假期的后面去选一选股 来备战节后的行情 那射手也提前祝大家五一快乐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大盘的一个情况 那大盘呢,今天是走了一个常态 对吧,我们昨天说过 丁三防四常态的话 T亮柱,T四不产生变异 是应该要回调的 所以它今天产生了一个回调 对吧,这里一二三乘一个楼梯状 这就是T三 好,那既然的话大盘产生了一个回调 但是呢,是不是还算比较好的 它没有破,对吧 没有破底,守在了这里 但是呢,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缩量是不是还没有到位 所以的话,常态来说 是应该还会再有继续缩量的一个调整 如果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那就看什么 就看谁,哪个板块来成为一个 截后的冒头的领头羊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既然选择了今天大盘一个回调 是不是上的就是这些名声类的 一要就冒头了,对吧 当然还有一个房地产 房地产是延续的 是不是昨天我们出现的一样的丁三防四 它是不是就出现的阴线了 那有很多的板块 其实它跟这个房地产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什么 我们看一下整个涨停的加速 除去ST之外的话 那你想在这里区块链 一带一路 锂电池等等这些 但是我们去看它的板块指数 是不是都是属于什么 首阴线是应该是什么 先走远 进阶来确定什么 伏几点 那区块链是这样 一带一路不算是首阴 对吧 首阴的话是出现在昨天 它依然在进行一个什么 过锋保顶的动作 对不对 它也没有破 那锂电池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个首阴线 对吧 所以有很多朋友 但你要注意一点 不是说 字阳在当天盘中 可以去什么 去跟装 是因为来自于什么 你的前面的买音 以及异动的次阳去跟装 但是并非说 次阳的第二天 也可以接着马上 接着去买 它后面可能往往会有一个什么 回调DC的动作 我们可以不必急于一时 那当然如果它明确的出现了一个 跳空向上 确认的动作 那你当然可以去跟了 所以这个它是要结合分时来的 那我们有很多朋友 连日线 它都没有学好的情况之下 就不着急去弄分时 好吧 因为分时它一定来自于日线 它是与日线的一个相结合的 所以所有的这些板块来看的话 是不是大部分今天都出现了一个首阴 对吧 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的 所以常态来说 它们就应该还会有一个 继续的一个回调的动作 所以正好给了我们一个节日旋骨 以及什么可以DC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首先我们可以讲一点 关于节后的话 既然大盘 我们说过这个上升的空间被打开了 后面五外壶 就是一个过峰宝顶 或者是什么 一个二号战法 什么叫做过峰宝顶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一个峰 它打过去 是不是回踩不破 再掉头向上 所以这个掉头向上的这根次阳 就成为了它确认上涨的一个趋势 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什么 它是打过去 然后回踩到这里 接着呢 它就跌破 那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首次过 它往往有回落 那看住什么 第一波来参与第二波 那第二波与刚才的过峰宝顶 是不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等待着什么 次阳的确认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去买阴 是没有错的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是空仓 是轻仓 而不是什么重仓和满仓 如果是重仓和满仓 请问后面那根次阳 对你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对不对 我们讲的意义是指了它 上升趋势的一个确认 拐点的一个确认 而不是说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前面已经全部都买了 那它一上涨 我不就全赚了吗 是的 按这个逻辑来说是没错 但是这是一个不好的交易习惯 如果它后面等的不是次阳 是阴线怎么办 那我们是不是就满仓被套了 满仓被套是不是就相当于双手被对方给捆绑起来了 请问谁来救你自己呢 所以你也一定要记得这个方法 好吧 好那么马上呢就过节了 那射手今天呢也不打算再去跟大家去讲个股 你注意我们平时天天都讲模式 天天都讲案例 只有昨天跟今天不讲 一来是让大家什么 真正的可以放下心情 安心的去过节 我们休息好了才能够选的好股 第二的话模式怎么捉鱼 那不是最后的这一两天才是最重要的 前面我们天天都在讲 既然是主线它的上升空间打开 毫无疑问 我们就一定会选择主线的板块 那就是什么 新科技与新能源 这个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还是按这个大的方向到鱼池里面去选鱼 这是必然的 然后结合着什么 结合着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难筹板块 那你也可以去选择 反正呢我们不纠结 因为咱们的资金有限 选到那么合适的一两只 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了 我筛选出来两三只跟着观察下来 剩下一两只 然后去种仓参与 是不是就已经足够了 我们不需要买那么多的票 我们不是构建股票池 所以适合自己的就好 能够有钱赚就好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关键 不纠结 这就是我们说的热水三千 我们只取一瓢银 好 那另外的话 这样已经定了主线 我们说过 那就一定要多看什么 多看过风的票 也就是在风下的 或者是在风上的 为什么射手反复跟大家在这里强调 二号战法也好 过风保顶也好 是不是都是针对于过风的一个标准 那么今天唯独我们就把前面的知识 再强调或者说强化一点 什么意思呢 大家就注意一下 一定要等待确认的一个标准 确认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看它的下跌 看它这些 我们讲了一个正单股份 对不对 那么的话今天射手在截后 最后我们来圈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那您要看好了 前面讲了怎么下跌 然后中间讲了这个关于凹风 那您记住了 它最关键 它后面要有第一 确认了这根羊 盖了这根阴 请问这是不是向上的拐点 而不是什么 在这里来了一根确认向下的阴 对吧 所以这点 你就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要懂得确认 真正的仓位一定要从这里才开始上 前面里通通只是一个空仓 那当然我们要看什么 看主要的压力 因为它如果要上 最终就一定会有什么 要站稳它的顶 那站稳它的顶 您不纠结 它有一次就站稳 随即就攻打的 对吧 但是它是不是同时也有什么 也有一个多次站稳的 你像这个地方 就是首次站上 随后故意跌破 它是不是就来的第二次站稳 请问这个后面的调整 有没有跌破过它的实顶 它就什么 去回踩了它的须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看懂它的这个手法 那么这就是讲的第一根阳线的一个关键 如果没有它 就不会有趋势向上的这个拐点 那出现了这个拐点 是否就为万无一失呢 那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样去看 我们事实求是的去看 当后面的阳没有走出来 只是看出它有了这个意图 要干嘛 它要去攻击这个地方 那攻击这个地方是可以成功 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出现失败的 我跳空高开低走 是不是就失败的 所以的话 那针对于这个位置来说 它更需要的是一种确认的主控 就是阳线盖过它 那我们就知道狼真的来了 叫了那么多次 所以它也是一个人确认的 那既然两根都是确认的 在石盘当中 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把握呢 我们就会知道通过前面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去加仓的 但是呢 是不是仍然不可以满仓 或者说把大部分的仓位全部上进去 只有当把这里一过 是不是我才可以重仓出击 把仓位都上上去 因为它就做了一个确认 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我们今天讲 教大家如何去确认 就讲的这个右侧 它的这个确认的一个方法 那你想在这一根阳线的里面 它是属于什么 低开 但是却是高走 那我们按前面的标准 就知道它的临轴在下方 对不对 那临轴既然在下方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的黄线是不是在临轴之上 那起码就保证什么 它是一个正的分时 它是一个看涨的分时 只是在这里的白线忽上忽下 对不对 那当这个黄线缓缓的向上抬升 而白线又重新回到了黄线之上 是不是就是一个妥妥的看涨的了 所以它就是这样确认的 所以你至少是不是开盘 你应该等几分钟 所以这就是什么分时来结合着日线做的一个确认 它没有什么过了临轴 过了黄线就立马封涨停 它没有吧 所以它给了你时间 那相反是有之前还跟大家讲过一个 叫做什么 还记不记得它 我们是说这个坑有点怪 对吧 然后就看后面 它能不能够向上 那很明显 它打到这里来 是不是有意愿要过它 那这天的涨停是7块7毛8 它涨停了也到不了它的实体 7块8 那是不是需要第二天的一个确认 好 那退一万步说 这是7块7毛8 就算这天涨停 比如说刚好是7块8 在别的票上面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也有 那同样 是不是也需要第二天的一个确认 对吧 这只是什么 第一根阳线的移动 是不是就相当于正单 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根阳线 那它就需要什么 第二根阳线的确认 然后我们看 当时讲这个案例 也是跟大家讲的 注意这里的坑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天结果是怎样呢 第二天的开盘 刚好开在7块8 对吧 是开在了实体 但是你稍微等5分钟 您看一下 这不要5分钟吧 它是不是 叭击就下来了 而且这个黄线 是不是明显的也下来了 0轴在哪里 您看一下 0轴在这里 那就是一个什么 这就是一个妥妥的负的分时 那就是看跌了 所以它就来了一个什么 高开低走的阴 那是不是就和刚才是和讲的一样 它在这里来的不是一根阳 而是一根阴 那这是不是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性质 如果它在这里出的是个跳空阳 甚至于什么 它是在这里直接出了一个越级的跳空 那它是不是就开启了 大概率就开启了一个联绑行情了 那是不是就会去攻打这个压力了 但是它没有出现这个阳 反而出现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根阴 那是不是它就相反就默契了 但是默契归默契 是不是说这个票就没有戏了 那也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它前面是不一样 有好的一个建构 那我们今天重点 就是讲关于右侧的一个确认 那既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留意什么 这个不算是站稳 7块8只是一个开盘 随即低走 那如果后市二次站稳 我们是不是就要注意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反复强调的 就是我们利用五一的长架 在指定的鱼池里面去选鱼的时候 看它的下跌 看它的风 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在这里可以什么 择期控仓去介入底仓 没有问题 但后面的重仓 或者比较大的仓位 就一定要等待着什么 刺养 乌破 关键的穴位的盘中去进行加仓 一定要等待这个确认 因为确认是灵魂 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一点看好 那哪怕是什么 我们选到了一只这样的票 那例如就像什么 这个失龙股份 对吧 它又有下影线 又有上影线 那我需不需要等待着下周的一个确认 确认我就可以干 那没有确认呢 它就肯定还要什么 还要震荡折腾 所以的话 我们就永远要记住 右侧的确认才是一个关键 那即便我们在节日期间选好的标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在等待着周一开盘的一个确认 你比如说我们选到了三只品种 那都差不多 我是不是把这三只品种 就可以放到什么 放到我的自选里面 然后周一开盘 集合金架我就盯着它 一个不对 是平开或是低开 还有一个 不错 它是跳空高开 另外一个不对 它不只是跳空高开 它还跳空高开到二一只上 形成了一个月级 我是不是开盘就盯着 对的这两只 那谁一正确一确认 我是不是就先干谁 所以的话 我们讲的就是讲的这一点 那这个标准的东西 大家可以利用周末多好好的想一想 好吧 关于个股的东西 我们就不再去讲更多的案例了 我们过节的期间 大家可以好好的选一选 优选什么风下叙事 或者是过风 或者是什么 首次已经有了首次过 等待着什么 二次过的一个盘中参与的机会 好吧 那今天要过节了 马上射手也不讲多了 最后的话 还是那句话 大盘我们暂时来说 是不用担心的 上升的空间被打开 这个后面肯定会有行情的 好吧 我们就安心的选股 最后祝大家武艺快乐 好 那今天的周评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